我覺得其實對於做公益這件事情我很喜歡 因為自己是曾經也受過幫助的人 所以我覺得能夠用同理心去給社會各界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一些幫助我覺得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我也呼籲社會大眾這次除了聽我們的演唱會 看我們的演唱會以外 然後用實際的行動來幫助馬利亞基金會 還有這些多障的重度的朋友 讓他們有一些更多的機會 能夠有一些資源也好 或者說一些未來的一些資助也好 我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多用一點同理心 多用一點溫暖的那種鼓勵給這些好朋友 其實看到小話小朋友給我們蠻大的那種鼓勵吧 然後他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堅強 然後當然這一次能夠受邀這次的演唱會真的蠻榮幸的 也希望這一次的演唱會可以讓大家正視這個問題 當然見效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軟硬體都必須要很周全 我是認為這是一個蠻長遠的路 也希望這一次的一個散舉 能夠引起我們社會有關單位的注意 然後來注意這些好朋友小朋友們 他們有知的權利 他們我很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當爸爸 所以說當我去了解他們的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們是知道的感受得到的 然後只是在身體行動上沒有辦法去做到 希望能夠藉由這一次的見效活動 讓這些小朋友能夠讓他們逐夢 或許啦或許有些動作他們沒辦法做 可是在他們的精神上是幸福的 是滿足的 是有希望的 真的再一次要表達我的心情 我真的是滿開心的 我覺得就是希望讓自己的歌聲 因為很多人 因為我相信認識我嘛 所以我希望還是在這場演唱會裡面 繼續傳遞正面跟勵志的能量 除了希望用這些歌聲 能夠喚起大家對這樣的一個社會議題 以及這些弱勢團體的注意之外 也希望這是一個起點而已 希望大家從這場演唱會 12月7號在台中會春堂這場演唱會開始 繼續關心瑪利亞基金會 繼續關心這些弱勢中障的小孩子們